HELLO 日日文貴 各位男人好 第一次被綁戴 每天就暫時做電腦 這樣就這樣吧 你好喔 你好帥仔 機械也好 不錯 雙眼又夠大 麻煩你大了 雙眼 現在很奇怪 第一次見到我這隻機械人 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我等了你很久 上次主任 平安心龍體 講到你來研究的時候 已經是很多年前那時候 那時候你還是一個 獨樂音樂人的身份 那時候那些地霸 那些封面 沒有這個樣子 有一點設計 那些音樂風格 也都是完全不同 那我想問你現在 做這個發燒電腦的歌手 那感覺上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都覺得沒什麼分別 因為音樂在我的心裡 其實從來都沒什麼點變 那我覺得能夠做一個發燒 你的定義 為一個發燒歌手 其實都挺幸福的 因為我有機會可以試到不同的 創作人的作品 我亦都可以加一些自己的作品 進去專輯裡面 所以其實對於我來說 是很榮幸 可以唱到一些很高質素的 經典的歌 所以其實一直都很開心 這個發燒碟 通常都以為 錄音的時候 是會十分之 十分之講究的 那其實你翻譯一些 實戰的經驗 究竟你是一定要逐句 是精嬌細 還是要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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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綠化燒碟的要求都挺多 那以我為例 我很要自己的準備功夫 要做得很足 例如咬字上面 我一定要拿捏得很好 我才會走進去 錄音室 至於你說進去 當然是一踢過會最好的 但怎樣可以拿捏到 那個感覺 或者那個情感 其實都要靠自己 當下子可不可以投入 可不可以想像到 去到那首歌 在說的畫面 所以呢 對於我來說 我是很著重要一次過的 如果不行的話 就踢多很多次 我寧願不斷唱 唱到 終於去到自己要的東西 這樣為之最好 instead of 你說要逐個字去改 或者逐句再剪 那我一向都覺得 這樣是不好的 音樂 不可能是同步錄的 那是 怎樣處理的 其實呢 之前如果一些歌是live 即是full band 通常樂手錄的 錄編曲的時候 我都會在這裡同步 我會唱著 他們就在這裡彈著 但是現在呢 因為我們很多歌 都加了很多元素 下去的 就不單單是full band 這樣玩 而且會有一些電子元素 加進去 那這些歌 就變相可能會分開錄了 可能他們編了某些東西 我加了唱了 然後他們又再在那些 music break 或者在編曲上再加東西 所以都沒有什麼 要有什麼規範的了 其實開始我覺得 對數的 因為音樂就是這樣的 因為不應該受到任何的東西 去局限了他的可能性 那這次是第一張歌語碟 那據文化唱廣東歌 都不夠語歌 有些分別 那是不是真的 有一次你也很喜歡 這次是的 因為唱國語碟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我自己的準備功課 要做得很足 因為不能失禮 而且我本身是說 我一向是說廣東話多的 所以 國語來說 一定要請了老師回來 聽一下我的發音 到底是否準確 那這些都是我很執著的一些位置 那 so far 聽到那個feedback 是ok的 每個人都覺得 好聽喔 是很正面 那個回響 所以對自己來說 都挺開心的 那我很希望 不斷可以試多些不同的語言 又或者 對 不同的style的歌 我都會很想試 因為在自己的 譬如 就算 譬如 就算不是這隻的國語碟 在之前自己創作 譬如 Good afternoon Gloria 不芳哥尼亞 的時候 我是選了 即我自己創作上面 是選了 有法文 有英文 廣東話 國語 所以我就是想 想覺得 想表達一件事 就是音樂不應該由 語言去規範它 它純粹是一個 一個connection 給不同的人 去做一個連繫 可以透過這些音樂 或者他的曲 他的style 去作一個溝通 就好像我和你這樣 哪一首啊 我會選第三首 你是我胸口永遠的痛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首合唱歌 如果我沒有了 我另一半的 劉友輝和我合唱 這件事很難 能夠邀請到他 也是非常榮幸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我選一首 比較難 相信一定是這一首 因為 不是自己一個唱 是和一個人對唱 我怎麼可以拿捏 當中大家的溝通 怎麼可以在音樂上 和他有一些交流 這些都是絕對 對於自己來說 是挺難得的 也有一首 是你自己的歌 是 透過自己的交流 對 也是可以這樣說 趕快 一知道 可以加一些自己的創作 當然選擇 國語歌 放進去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 叫沒有你 什麼都沒有 對於自己來說 是一個很簡單的 介紹自己 還有 說一下我究竟 我人生裡面 有什麼角色 其實如果 我人生裡面 沒有了這些角色 或者沒有了這些相對的角色 我都不會在這裡 也寫了一些我很喜歡的東西 我很喜歡的所有東西 我都會在 有限的歌詞的篇幅裡面 都寫了下去 希望可以 雖然是翻唱了很多 其他出色的作品 但我也很想讓人知道 理解一下 Gloria 本身是怎樣的人 我相信 聽了這首歌之後 就會了解多很多 你覺得做和音 和你試過演唱會 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問我 演唱會 例如作一個 supporting的和音 和一個站出來的主音 有什麼分別 當然有分別 因為 如果作為一個幕後 我們是一定要全力去支持幕前 站在中間的那個artist 所以我們是會 要很了解他的歌曲 要整隊樂隊要很有默契 要和他有一些在能量上的交流的位置 例如每一個演唱會 其實他們都會付出很多的 effort 付出很多的力量去做 他和觀眾的溝通 和我們隊樂隊和他的溝通 和隊樂隊和觀眾的溝通 和隊樂隊和觀眾的溝通 其實這些所有事情都很重要 所以說的是一個很團體的精神 不單單只是台上的所有人 幕後的所有打燈 做聲音 或者台下的手足 其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沒有其中一部分 都會出很大件事 所以如果是一個幕後的位置去看 我一定會用盡自己的能力去支持中間的主音 好 到自己站在中間的主音 我的工作就是要盡量自己要很投入 我如何拿捏每一首歌給我的感覺 我如何可以和觀眾溝通 我如何站在一個主音的角度 我如何和我後面對樂隊 在音樂上有一些交流 其實這些全部都很重要 但我很慶幸 就是我兩樣都有機會去做到 我其實是可以吸收到每一個演唱會 裡面的一些精髓和一些很重要的大道理 那我就可以用回在平常的工作上面 做了法律師 你過了之後 會不會覺得自己收到一些開放 即是那個初作 或者那個五逆計的效果 是以前的那麼大進步 和橫視的相反 我就覺得所有事情都在進步 因為這個世界很遠 你在哪些位置吸收了 例如我出發小點 我是很要求著重它的咬字 又或者在製作上面 其實是可以 反而那個彈性是多了很多 為什麼 因為有預算給你去做 每一首歌 你可以因應那首歌的需要 去找不同的編曲人 度身訂做一個很好的編曲 給那首歌 所以其實在資源上面 和在能力上面 其實反而是一直在進步 而且是很慶幸有這個機會 當然做自己的歌 其實是自由度 來說是創作的自由度 是會大的 因為你喜歡隨心所謂 想寫什麼都可以 但是究竟是否有那麼多的資源 可以配合你 再可以將那首歌 再繼續編曲 編得好 或者製作可以放多些 Effo 做到它的聲音更漂亮 又可以找多些真的樂器去做 其實這些都是 以前是未必有那麼多的資源 所以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是好的 全部都是我想做的事情 還有希望可以繼續這樣走下去 那參與一些封面的設計 人造設計 現在有唱片公司 你參與的程度會不會少了 會不會太好 會不會多大人輕鬆了 現在參與的程度 如果你說比起獨立自己一腳踢完 確實是輕鬆了很多 但是也很慶幸 因為這間唱片公司 全部人都像一家人一樣 很有商有糧 所以變相 其實你說形象 或者封面 裡面全部都是經過大家一起去討論 或者一起做了一件事出來 那我們一起去選擇一些 覺得最適合的東西 所以反而是團體的精神 我覺得現在是多於以前很多